最恐怖的是 水會滲到你的插座 滲到你的電路 造成短路 引起火災 如果你自己沒有能力判斷 到底管線換過沒有 那你就請我們去幫你看 你都住在裡面了 把窗戶拆掉 你晚上 真的就是自然風啦 很多東西基本上 你要住進去之前 都必須要把它做好 否則他 你住進去是沒辦法再施工的 那 什麼東西是可以等住進去之後再做的 大家好 我是宏傑設計的設計總結 張藝德 有時候呢 你房子買了之後 你不知道到底 這個錢該花在哪個地方 有時候把房子做了 A 你可能漏了B 所以呢 我們先跟各位講幾個先去做的 項目 大概讓你了解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去施工 第一個呢 防水抓漏 房子呢 本身有沒有漏水 位置在哪裡 是什麼原因漏水的 要怎麼樣去杜絕這個漏水 漏水這個問題很討厭 有時候呢 會造成 臂癌啦 掉漆啦 臂癌掉漆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水會滲到你的插座 滲到你的電路 造成短路 引起火災 很嚴重的問題 不要只是說 喔我把那個臂癌遮住 看不到 眼不見為鏡 如果你臂癌的位置 剛好是有電路 有一些會造成安全疑慮的地方 就會 會不妥啦 所以這一塊 防水抓漏 是一定要去處理的 然後 第二個 水電管線 水電管線會老舊 有時候你買了一個房子 可能屋裡有一段時間了 然後 你可能是買這個 中古屋的房子 那 仲介跟你說 這房子之前屋主換過管線啊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如果你自己沒有能力判斷 到底管線換過沒有 那你就請 我們去幫你看 到底管線需不需要更換 管線水電 到底分哪些東西 給水排水有沒有問題吧 電 一般講的插座開關 網路 電視 這些東西線路 到底需不需要更換 你有沒有這樣的需求需要 比方說你是在家工作的 你網路速度可能必須要 比較快一點的網路速度 你可能需要 網速比較 暢通的這個線路 我們就要重新拉 比方說現在台灣目前來講 最長的 CAT6的線量 所以基本上來說 有一些東西 你可以去做一個 評估跟討論 尤其是跟 安全有關的這些 水跟電的部分 你可以先 去了解 在裝潢的時候必須 要 當下 馬上就會做 因為它會動到 室內的牆壁地面 或者天花板 所以 要馬上決定要做這些項目 因為你不可能住進去再拉 那都是 走明線 你家的牆壁地上跑 很容易去半島啦 也不安全 然後第三個呢 泥座 雨窗 勿工油漆 以上這些東西 都是要在現場施工的 泥座 它在你家裡面 打掉之後切磁磚啊 或者什麼的 會有一些 水泥沙啦 會有一些粉塵陽起 鋁窗 你都住在裡面了 把窗戶拆掉 你晚上 真的就是 自然瘋啦 對啊 因為鋁窗樂師做它是 先來 舊窗戶拆掉 然後立上新的框 然後呢 那個尺寸如果 不能夠剛好match 它 框立好之後 還不能馬上裝窗戶 因為 它通常立完框之後 要量那個水平 它才能夠把 實際內框的尺寸抓出來 回去訂那個內框的窗戶的門片 因為窗戶來之前啊 你等於是沒有窗戶可以關的 你是完全對外 外開放的 如果這時候來個下雨 你家這個是 做水摘的 自然風啊 還有蚊子會進來 跟你做朋友 這個東西 基本上 一定要在你住進去之前 你就要先把它放進 你的狀況預算裡面 第三個就是木工 一樣啦 木工都要在現場施工裁切 它會有一些粉塵之類的 而且還會把你的 這個空間 要清除一大塊空間 因為它的鋸台很大 所以你必須要在裡面 去做一個施工的動作 這個木工它本身來講 你必須要 在裝潢 住進去之前 都要先做好這個動作 那油漆呢 其實 就跟前面幾個有關的啊 就是包括 前面幾個工程啊 水電啊 木工啊 因為他們水電會打牆嘛 然後木工 它需要做包覆嘛 油漆呢 在這個時候就必須要 批土大磨 逢年過節 你要覺得家裡油漆 找師傅來裝 來幫你油漆 當然是可以的 人不需要搬出去 只是會比較不方便一點 但是 當你新做好的牆面 或新做好的天花板 它必須要劈土去打磨 那整個房子的粉塵 超級可怕的 所以 如果你今天 住在裡面 你施工 尤其是很不方便的 因此 我們在抓這幾個預算的時候 這些其實 三分之二都叫基礎工程啊 水電泥座 這些都叫基礎工程 只是你看不到的 基本上它是藏在裡面 你看不到的 什麼東西是可以 等住進去之後再做的 像系統櫃或者一些家具 明明說 你們現在有兩個人 那你只需要一張床 父親你只需要一張床 其他房間你可能就不一定要擺床 你不用 不用一定要買一組床放在那邊 所以有時候如果說你今天在 分配這個裝潢預算的時候 一定要先把這些工程 這幾類工程包括抓漏防水 泥座 水電管線 鋁窗 勿工 油漆 這些都要帶進去 因為 這些都是你 住進去之後再來施工 可能會有問題的 所以你在分配這個預算的時候 一定要先把這些抓進去 那其他的工程 像系統櫃啦 或者是說你今天要鋪地板啊 這些其實即便你住進去的 也是可以施工 比較不方便的 尤其鋪木地板 其實真的 等你住進去再來鋪 他要搬家具搬來搬去 他會多一些 搬工的費用 所以買完房子 真的預算很緊的情況下 你可以先去做一個 預算的取捨 哪些東西可以等之後 預算有了 我們再來做 真的在裝潢的時候 最頭痛的就是 預算的分配 因為有時候這些東西 該做了我們就一定要在 住進去的先做了 如果有些東西沒有馬上 現階段就要需要的 我們可以等到 未來有預算的 我們再分階段施工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在裝潢 分配預算的時候 先請設計師幫你評估 哪些項目是 住進去之前 一定要做 那對於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如果有什麼樣 其他的疑問 還想了解到 更細的一些項目 比較不清楚的 你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都會盡快跟你回覆 喜歡影片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謝謝大家 今天的節目就介紹到這裡 這裡有我們這次 影片的相關連結 以及我們的聯繫方式 謝謝大家 掰掰